欢迎收看第51期武器大讲堂 上一期说到苏联制造的巨型核潜艇 苏联之所以想要制造巨型核潜艇 恒大的一部分动力是来自于今天的主角 美军的俄亥俄级核潜艇 这款潜艇是美国的第四代战略核潜艇 由美国通用动力公司制造 总共建造了18艘 这款核潜艇虽然排水的体积远远不及台风级 但是其威力却远远的大于台风级 因为每艘俄俄亥俄级核潜艇 拥有24个垂直导弹发射管 可发射24枚三叉简二型导弹 该型导弹的最大射程在1.2万公里以上 命中精度达到了90米 而每枚导弹最多可携带12颗弹头 每个弹头的威力相当于100千吨的TNT弹量 其威慑力多么强大可想而知 核海俄级核潜艇的外形见识于水滴型 全长170.7米宽12.1米 长宽比是13.3.1 其流体动力学性能受到了影响 因此水下的航数不太高 而整体的排水量为18750吨 舰艇大部分是单壳体结构 在结构与布置等方面均与重不同 舰艇首尾部都是非耐压壳体 中部为耐压壳体 和海俄级的弹道导弹发射管长度突出耐压壳 因此舰艇上部有一层上层的建筑 从牵手涵盖到舰体后段 并充分的融入了舰体的线形 因此没有迫害流线性 不像苏联的德塔集合舰艇 背部突兀的突起了一大块结构 增加了航行的阻力与流水的噪声 在速度上可以达到20节以上的巡航速度 下潜深度达到了400米 而续航里程更是达到了100万公里 这样的实力源于一具 通用电器的S8G自然循环压水冷却式核子反应炉 这个反应堆的热功率是250兆瓦 在满载功率下堆新的寿命为500天 而反应堆的燃料可以使用15年不用更换 尤其是俄亥俄级在巡航时并不使用主循环泵 因此减去了一大噪声源 再加上采用了许多降噪新技术 机械噪声的隔声减震等措施 因而其辐射噪声低 所以俄亥俄级可以在每小时10公里的时候实现无噪声悬航 在海狼级核潜艇服役前 是全世界最安静的核动力潜艇 除了核反应推之外 俄亥俄级核潜艇上还有应急裁电动力装置 可以在发生事故的情况下 使潜艇还能返回基地 该潜艇的导弹指挥火控系统 采用了MK980型导弹射击指挥仪 用于导弹的定目标发射 飞行监视 甚至实施攻击 这款潜艇还配备了许多的现代化标准信息系统 具有高度可靠性和快速处理信息的能力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是美国三位议体战略核兵力的中间力量 其主要使命是使用三叉检导弹袭击敌方的大城市、政治经济中心、兵力集结地、港口飞机场等等 总共可以携带192个核弹头 其爆炸威力相当于91200千吨TNT当量 在冷战时期 这款核潜艇对数亿人的生命安全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而如今进入了新世纪 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的服役已经满了30年 较早入役的前几艘已经开始老化 以游历承担常态战略核威射巡航值班 因此美国海军决定将俄亥俄级的几艘核潜艇 改装成携带常规制导导弹的巡航导弹核潜艇继续服役 这也是它比较好的归宿吧 目前这款核潜艇依然在茫茫大海上面漂泊巡航 不知道它的未来会是如何 好了 这就是本期的武器大强汤 更多精彩视频 欢迎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武器大强汤我们下期见